汉通金融学院团队 自2017年关注债券通 今年债券通以更续开放发展共赢为主题 邀请监管机构、发行人、市场机构代表、金融基础设施及行业组织 就中国债券市场发展、人民币资产投资前景 及债券通机制建设进行交流并分享见解 产被互换安排的启动实施 将进一步提升两地金融市场的联通效力 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立案人民币业务的处理地位 透过长期合作的金融中介机构 能够很便利地去投资内地的债券市场 另一方面 北乡通也协助内地市场在保持现有的制度 和风险可控的前提底下 有序地去引进国际投资者 也为内地市场提供一个机会 去探索比如说多极托管这一类的制度 就说有序地的制度 它们也有序地行与美国际何万人的手机 来的苦力 放上去 在这两个市场提供 看到这个数 Во有数 所以在今天下的才卷中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